最近这一两年吧 这个标签页实验的通信遇到的场景是越来越多了 我这里统一说一下啊 比较典型的场景的就是这个数据表格 数据表格里面有新增 不过这里的新增呢是打开一个新的标签样 然后这里表我随便写一个吧 abc 提交 你这边新增倒是成功了 但是这边呢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你必须要手动的刷新过后呢 你才能看到有新的数据出现 那么编辑也是一样啊 我这里点编辑 然后呢把它的名字改成 123 然后提交 提交过后这边成功了 但是呢 这边你看不到任何变化 你必须要刷新过后呢 你才能看到最新的结果 那么像这种场景啊 有人说能不能使用仓库来做 像什么weux啊 或者是平地亚呀 能不能呢 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这两个东西啊 它的数据 至少在默认情况下 它是保存在内存里边的 本质上就是内存里面一个对象 那你说这两个标签页 他们是一个内存吗 他们内存之间肯定是隔离的啊 他们互不影响 所以说你这边是一个独立的仓库 这边也是个独立的仓库 最终呢 你还是得涉及到这两个标签页的数据如何相互传递 就是我这边修改成功了 我得去通知其他的标签页 我这边有一个员工已经修改了 那么其他的标签页呢 就要做出相应的反应 这就涉及到标签页之间的通信 其实在功能设计上的话 我们可以非常容易想到啊 我需要这么两个函数 一个函数呢 叫做send message 发送消息 什么叫发送消息 就是给其他标签页通知一声 我这边有情况了 比方说我们设计上呢 可以把它设计为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表示消息的类型 你修改员 员工成功了 你给我发一个消息update employee 已经完成修改了 然后呢 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你的一些负载数据 比方说你修改的员工到底修改之后 这个员工对象是啥 传给我 那么新增的同理啊 如果说你是完成了一个新增的话 那么你给我消息类型呢 写一个add employee 然后把新增的员工数据传给我 那么我们就希望呢 一掉这个函数 你在哪个标签页掉的 那么就像其他的标签页发送这个消息 都是发消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收消息 像这个列表页呢 他需要去接收其他标签页的消息 那么我们设计的函数 叫做 listen message 你给我传递一个回调函数 当消息到来的时候呢 我给你一个消息的信息 这个信息里边呢 你就可以拿到消息的类型 以及消息的内容啊 至于那类型呢 就是这里传过来的这个字符串 内容呢 就是你后边的家的东西 对吧 那么这里呢 就可以处理了 设计上面非常简单啊 就设计这么两个函数就可以了 但如果说你要更加细化的去设计的话 你还可以去设计一些像viewhooks 那么就是更细化东西了啊 你们自己去搞定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呢 就去新建这么一个文件啊 去新建一个叫做 cross tag message 表示跨标签页的消息 那么这个文件里边呢 按照我们刚才的设计啊 他就需要两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呢 是send message 你给我传一个消息的类型 你给我传一个消息的内容 然后另一个函数呢 是listen message 你只需要给我传一个回调就行了 好假设啊 这两个函数已经写完了 那我们要做的事就非常简单了 你在新增员工的组件里边 你这里不是在新增员工吗 对吧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需要去发送消息 调刚才那个函数 类型的就是add employee 然后呢 把新增的员工对象给他传过去 你修改的时候也是一样 你不是要修改员工吗 对吧 我给你发消息send message啊 还是一样 把你修改的员工对象发过去 那什么时候接收消息呢 就是在列表页啊 在这个列表页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去接收消息 你也省 message 消息来了 那么我就可以分析出这个消息里边的类型啊 如果说你是新增员工 那么我就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你是修改员工 我又怎么样怎么样啊 当然我现在目前呢 这两个函数都还没有写啊 所以呢 我们这里先打印吧 打印一下这个info 对吧 就设计出来了 那么最后呢 我们就需要去实现这两个函数 完成标签页之间的通信 那么如何来实现呢 这就涉及到标签页之间通信的 种种方案 标签页之间通信的方案很多哈 这个玩意在软视频里边就不能一个一个展开讲了 我这里就选第一个吧 用第一个试一声 broadcast channel 表示广播频道 他怎么用呢 其实非常简单 你要用它来实现跨标签页的通信 你只需要保证每个标签页使用同一个频道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可以这里去创建这么一个频道 通过这个构造函数去创建一个频道对象 这里呢是频道的名字 你只要保证两个标签页的名字是一样的 那么他们就可以使用这个签论对象来进行通信了 那怎么来保证呢 你现在就已经保证了 这名字随便你写啊 比方说 写个ABC都可以啊 随便你写 你可以取一个有意义的名字 你现在就已经保证每个标签页使用的是同一个频道名字了 为啥呢 因为这句代码在每一个标签页都要运行 是吧 因为都是使用的同一套代码 所以呢 名字是一定是一样的 当发送消息的时候呢 怎么发呢 就调用这个channel里边的post message 就完成发送了 你这里边要传一个参数啊 就发什么样的消息 你传啥都可以 传字不错的数字 were now undefend 都可以 当然也包括对象 我这里有两个数据 是吧 我要放到对象里边给它传过去 代码呢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啊 但是写这代码的前提条件呢 是你得知道有这个东西 知识的广度决定了解决问题的角度 知识的深度决定了解决问题的程度 短视频呢 能够或多或少的解决你一些广度的问题 但是深度的问题 你必须要靠咱们大师课来解决 因为深度的问题往往是成体系的 而也正是知识深度的问题最能够影响你将来的职业发展和薪资的高低 这大师课呢 是完全免费的啊 您去完善了 整个课程里边涵盖的全是前端最重要 最核心 也是最有价值的知识 无论你是要高薪就业 还是要暂时提心 你现在最应该做的 就是来领取我们的大师课 然后花一周的时间 认认真真把它学完 千万不要跳着看啊 学完之后 你就会发现头上的天花板刷了一下就没了 而今后该学什么样的知识 学到什么样的程度 你就完全清楚了 所以呢 还没有领导大师课的同学啊 现在还可以免费你 怎么你 加屏幕上方的商号 找我的小助理 按照提示 领取即可 好 这就写完了这个发通消息了 那么监听消息呢 也是通过这个签论对象 他里边有一个函数 就是注册一个监听事件 当一个消息来了过后呢 他会触发一个事件 叫做message啊 在这个事件参数意里边呢 可以拿到他的data 就是传过来这个数据 也就是传过来这个数据 拿到过后呢 你要干嘛呢 你就掉了个回调呗 就写完了 好 咱们来试一试呢 来吧 这边 由于他要收消息 所以呢 我们把控制台打开啊 然后这边点新增 在另一个标签页里边去添加一个员工CCC提交 你看一下这边 哎 为什么这个消息没过来呢 为啥呢 你看这边啊 他在发消息的时候报了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说的啥意思呢 再读一下呗 他说执行到了postmessage啊 在一个频道上去发消息 但是呢 你发的那个对象啊 他无法被克隆 首先我们思考一下 他为什么要克隆 你说他除了克隆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这是两个标签页 他们的内存是隔离的 你在这边的对象 他不可能把对象地址 只能过来啊 他只能克隆一份对象 发的到其他标签页 是吧 所以他必须要克隆啊 这里顺便说一句啊 现在我们是不是又多了一种对象克隆的方式啊 是吧 用那个broadcast来完成对象的克隆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他为什么无法被克隆呢 是因为你传过来的这个玩意儿 它是一个代理 你们学无诱肯定是知道的 这个玩意儿是个代理对象 代理对象 它无法被克隆 那怎么办呢 那你把它变成普通对象不就完了吗 展开它 完成了 那么edit也是一样啊 展开它 完成 好 再来看一下啊 现在我们再来新增个员工ddd 然后提交啊 这边没报错 是吧 然后在这边来 你看是不是就收到这个消息了 消息的类型 新增 消息的内容呢 就是一个员工对象 那么编辑呢 也是一样 它变成456女提交 你看 这边又收到一个消息了 修改了一个员工 员工的对象呢 就是他的消息内容 那现在就好办了 是吧 那我们只需要呢 在这边判断一下 如果说你的消息 内型是一个新增员工 我要干嘛呢 我就往我们目前这个员工数族里边 第一项啊 加一个消息的内容 else 如果说你的内型呢 是修改员工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要找到你修改的是哪个员工 通过什么找 当然通过这个id去 去找 对吧 我们通过findindex这个函数 找到那个修改的员工id 对应的员工的下标 然后这个下标过后啊 如果说这个下标 大于等于零啊 就存在的 那么我把这个员工数族里边 这一项给他替换掉 当然一个最简单的替换方式呢 不用那么复杂啊 直接给他复制就完事了 因为这是513 512是不行的啊 512的话 你要用下摆这种方式 或者是用dollar set 513是可以直接这样整的 直接整就完事了 好 咱们来试一下啊 保存 走 先来新增吧 新增一个员工 偷偷偷提交 你看 是不是自动出来了 然后呢 编 编辑一下呢 kkk 提交 呃 这边为什么没变呢 嗯啊 这里应该是the value是吧 好 再来啊 修改试一试 编辑 然后改成多来几个吧 提交好 这边修改成功了 这边是不是自动变了 当然你要再考虑细一点的话 这里边还是有些东西要处理的 你这个监听函数啊 哪怕这个组件销毁过后 他还是会执行 但是那个时候执行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呢 你需要提供一个取消监听 那么取消监听的做法呢 非常常见的做法就是你在监听的时候呢 会返回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就是用于取消监听的 那么如何来取消监听 你看这个注册事件的造型 你都能猜得到是吧 它一定有一个移除时间 remove listener 移除这个message时间 那么后边呢 传递函数 要保证这个函数呢 跟下边的是地址一致的 定一个呗 这个监听 这是取消 对吧 那么到这边来了 掉那个函数之后呢 就会返回一个取消监听的函数 那么这个取消监听函数什么时候运行呢 当然是组件被卸载的时候 对吧 这个时候来进行运行 就完事了 好 就讲这么个东西啊 跨标签业的通信